已經硬做了三年 他的人事費非常高 養了一大堆的肥貓 可是到現在其實一事無成 而且專門做一些 仇恨鬥爭的這些事情 大家對他們非常非常詬病 但沒有想到一延再延 本來只有兩年的任期 他延了三年 現在又要再延 甚至有人提案希望 他一直做下去 可以這樣嗎 我們先這樣講 今天一個政府組織成立 我們就希望他能在有限的工廠裡面 在預算裡面達成他的目的 結果中間為什麼 促轉會這麼有名 是因為當年的促轉會副主委 張天青 他說侯友宜是轉型正義 最惡劣的意思 那你如果說是他個人的評論 也就算了 他發下去的意思是說 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 當年要選舉了 那好啦 你這叫什麼促轉會 你如果要發掘整個邪惡的 中國國民黨有多邪惡 那就認真做 那你配合的選舉在搞這個 到底要幹嘛 所以很多網友就把那個促轉會的 改成畜生的畜 因為中間還自己強調 就是西廠 我記得 他們不知道是東廠還西廠 沒有 他本來是南廠 後來進步變西廠 最後要攻上當東廠 好 但是很抱歉 張天青後來就走人了 因為他自己內部窩裡反 說什麼花很多公帑買家具 然後花在非促轉型正義的地方 換家具什麼轉型正義 大家住得舒服 好 那他們也做了一些花俏的事情 譬如說請陳文倩看 戒嚴石監控的檔案 但陳文倩說 那你促轉不是要轉型正義嗎 你現在給我看以前檔案要幹嘛 感覺是要製造這個仇恨 對立 那我們真正的重點就是 那你有沒有認真的做 好 又再倒回來講 這些促轉會的兼任委員 49次會議請假19次 大概接近1 3分左右 都請假 然後19次會議請假15次 這更棒 這個大概只出席4次 那請問這些委員都不出席 是不是有在認真的轉型正義 我在想會請假那麼多次 也是情有可原 因為沒有做正經事 沒有做正經事 那就表示他覺得自己不用參加 好啦 他們也有做一些有趣的事 譬如說中正紀念堂的這個儀隊 儀到戶外表演 就不是在對那個同向致敬 同向就同向 那你不然就把這個拆了 又不做 又只能做這種東西 我們這樣講 人家這些儀隊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你能夠在室內做操練 跟叫出來曬太陽 風吹日曬雨淋的 哪個比較好 這叫轉型正義 我只是覺得很納悶 因為他們上台也五年了 這個單位也執行三年了 想了這麼久 三年這麼多的日子 你也只想到這一招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錢拿太多 難免就立令致婚 就吃太飽 想睡覺 是一樣的道理 主委一個月19萬 等一下 19萬過了這麼多年 自搞這種東西 對 那副主委次長等級 就是張天青 張天青13萬 連專委也有11萬 他的一年就預算費1.58億 那整個人事費6千萬 那你看將近三分之一 都花在人事費上面 養真多肥貓 那我們這樣講 好啦 你就整個做好就算了 結果每次都找理由 不好意思 第一次做不完延任 因為我資料收集不完 什麼時間 就給你一個明確的時間 你說做不完 你以為這寒假作業 你以為可以一直寫不完 就找理由跟媽媽講說 媽媽 我寒假作業寫不完 然後2020年首度延任的時候 第一次延任的時候 就說因為經歷幾十年 不公不義 不可能兩年就完成 那不好意思 那你之前 我為什麼會規劃一個 兩到三年的時間 是你規劃又不是我規劃的 他至少要告訴大家 你完成了幾% 就哪有幾% 都沒講 就一% 一%都沒有了 好啦 蔡逸宇就出來說 不管每次限延長一年 應該延長三年 等等 這個時候我就要譴責議員 為什麼不30年 才三年 太小氣了 30年一直延到天長地久 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這樣是不是最好 而且我還建議下一任 你主委 我直接有一個最適合的人 你看 陳柏惟是不是最適合 所有這些中國國民黨 通通都是殺人犯 是不是才叫轉型正義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有沒有達成你的目的 好像他最有資格 促轉會到底有多廢 議員應該是最清楚的 其實那個促轉會 剛才特別提到一個案例 就是說 其實當年要希望能夠成立 促轉會的 就是希望他能夠做出一些 驚天動地的事情 可是後來光是中正紀念堂 他也沒有要讓他轉型 最後只得到一個結論 那個結論就是說 把這個憲兵的操也拿到戶外去 那其實有很多人說 這個還需要你促轉會嗎 一年我花五六千萬的人事費 主委十九萬 副主委十三萬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要繼續的延長 大家都知道 其實促轉會 他有一個所謂東廠的任務 如果按照他原來的延長時間 應該在今年結束 那開玩笑了 今年沒有選舉 到時候就東廠沒有辦法出任務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延到選舉的時間 讓東廠繼續的出任務 所以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這種政治的提款機 政治的操作 另外我回答一下 剛才朱大的疑慮 就是說你當年用促轉條例裡面 講了兩年 後來又延一年 好 我們來舉例 以過去南非 南非成立曾經過像是一個促轉會 然後每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南非花多少時間 三年 所以你現在告訴我說 30年過去的戒嚴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那麼短的時間 這麼複雜 三年就弄完了 大家都知道南非 他的種族隔離政策 他的這個 當時的白人的治理 對黑人的歧視 結果人家三年結束 我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三年了 我們交出什麼樣的成績單 那個成績單 哩哩哩哩哩哩 而且最重要的 你都是養肥貓 而且不只養肥貓 你養了很多的一些政黨人士 我舉例 本來時代力量 有一個人叫陳宇凡律師 他要在我們的選區選立委 可是他可能就跟我們民進黨的 民進黨的立委就會強蹦 所以他們把他協調到哪裡去 協調到促轉會去當委員 變索紅道 對 你就是變成肥貓 仇庸 政治的索紅道 促轉會本來就應該結束 不能繼續讓他當東廠了 遊覽車發生了六死的意外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